那么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 最近中国的浙江大学出台了新规定 表示学校的师生只要在两微一端 也就是所谓的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 还有官方移动客户端 来发表原创文章 而且只要阅读量超过了10万家 这就等同于是在中国的一级核心学术期刊上 来发表学术论文 而且是可以纳入晋升还有评奖的范围 这大的新规定是不是模糊了学术研究 还有媒体传播的界线呢 这对中国的学术活动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下面我们为您邀请的是旅居德国的资深中国时评人 长平来和我们谈谈他的看法 长平先生您好 您好 是我们看到了浙江大学的这条新规定 在中国的学术圈甚至学术圈外 都引发了非常激烈的争论 那么支持者认为 新规定其实是在与时俱进啊 这个网络微博上发表的文章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位做学问人他的学士能力 但是反对者却认为 新规定是会毁掉了中国高校的学术活动和评价的标准 您的看法呢 首先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这个规定 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第一呢 它混合了学术和媒体的界限 学术和媒体是完全两个不同范围的事情 它有无论从内容 还是从表达形式 都有不同的要求 这个学术一般来说的学术会使要求这个更全面更有深度更有学历的对人类的知识成果做研究和探索 它要求的这个深度和广度来比一个一般性的媒体表达要高得多 所以一个媒体人一天可能被要求写两篇文章 但是一个学者可能花十年时间写一篇学术论文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二点呢 它混淆了这个就是即便在媒体 再说了 从媒体到社交媒体又是一个很不一样 社交媒体相对来说比传统媒体来说 它的内容和表达形式的要求要更加宽泛一些 那第二点呢 即使在媒体领域 这个 这家大学规定的那些发表文章的所谓媒体 新华社交环球时报那些官微 他们也不算严格的媒体 他们不管是媒体还是社交媒体 他们都不算 因为媒体是传达资讯的 社交媒体跟传达资讯不一样 很多是可以说是普通人的交流 说人话的地方 那些媒体它压根就是一个宣传机器 甚至是谎言机器 所以这个则大人这个规定 在几个方面都是一个极其混乱的东西 嗯 是那么长平先生我们实际上也看到了 还有另外一所大学在最近也出台了一些新的规定 也很有意思 就是在8月上旬左右呢 吉林大学也出台了新规定 那么这个规定呢是要鼓励师生来创作坚持马克思主义 指导地位还有所谓巩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 所谓优秀网络文章还有网络舆情信息的这个稿件 那么跟我们谈谈您认为吉林大学还有浙江大学的这种做法 他是不是想要推动再成为中国高校间的一种新的趋势 那么这些高校当局他们这样做的用意又在哪里呢 是的 这个现象不只是泽大一家 与其说泽大是要毁坏学术 不如说它是一个 与其说这个是毁坏学术的原因 不如说它是学术被毁坏的一个结果 因为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 就是在目前对学术自由 言论自由的强烈打压 而且在整个所谓中国梦的推动民族主义 这个情况下 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那么包括在这个学术圈内 比如说禁止一些西方学术的传播 有些高校西文的资料在图书馆都被限制借出 有些高校讲西方文化 比如讲上帝必须改成老者 讲圣子与圣母必须改成母与子 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 目前越来越多 从文革上它比文革还不如 文革当然也有很多很荒唐的学术 现在仍然在继承 比如说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杀猪 现在也有毛泽东思想指导一些科学研究 或者用习近平思想 但是整体上文革是以这些学生造反 活动造反来批读这些高校教授的形式表达 这些教授虽然失去了学术机会 但是他们还颜面上存 现在基本上是以高校和高校教师 他们自己出来毁化学术 可以说是斯文扫追 是 长碧坚人 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刚刚听到您提到了毛泽东思想 甚至习近平思想 您可能也注意到了 就在昨天有消息传出 十九大将会修改中共的党章 那么考虑要把所谓的习近平思想 可能也会纳入其中 那么当然了也有一些媒体质疑 说真的会把习近平的名字 放在思想的前面 直接以习近平思想来称呼他吗 那么能不能谈谈一分钟时间 您谈谈您对于这个新闻发展 有什么样的看法 习近平思想甚至习近平主义 这是可以说是中国梦的一部分 是习近平的中国梦的一部分 这不是今天才发生的 从习近平上来开始 一直在各个方面推行这个东西 这个习近平思想 不管他是以何种形式写入党章 但他一定会体现 而且是他们的一个努力的方向 他不只是改变中国的这个状况 他包含的甚至比毛泽东思想更加危险的 他是明确的也明显的包含 对世界思想文化的一个进军 一个进攻 所以你会看到习近平上台以后 在中国以前江河湖的时代 就是与国际接规 与学术与国际接规 或者经济与国际接规 企业与国际 是一个流行的做法 那现在已经在中国召开了 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会 中国互联网大会 就是说接下来会召开中国哲学大会 这是在中国境内召开世界 不是中国哲学 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 世界互联网大会 世界哲学大会 在中国境内召开 观影世界民意的大会越来越多 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这是所谓习近平思想的重要的一部分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长平先生 抽空接受我们美国经营的访问 谢谢您 谢谢您